男狗是我们的老大要看一下年纪 你们两个手一垫 真的 木箱拿一下 就这个 这个拿一下 你们这个简直是不帮男狗着想一下 不是叫你放前面 放后面 我那时候其实脾气不是很好 因为要进入的角色 感觉上就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换一个心情 然后体验阿雄的人生 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男哥 国哥 还有很多很多的长辈 他们都给我很多建议 那我改变一下体型 然后还有当然胡子 我变高了 我哭来了 好 继续讲 继续讲 出来了 你还比我高啊 对 所以其实 其实那时候粉丝都跑光了 因为就胡子的关系吧 然后还有整个样子 他们都觉得很可怕 对 刚刚张宁那个预告片出来 好像床戏也蛮令人震撼的 这有没有要先报备啊 没有床戏 而且有一点就是那种 好像清热还是什么 呃 我在里面没有床戏 为什么就强调没有床戏 他刚问我有没有床戏 所以说我里面 你现在才说比你高的人给你讲话 你终于知道了吗 随便当记者 学名做公益 独家爆料的苹果 记得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 最高的 请站机构 你爆料我捐款 请不吝点赞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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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